王正宁应该整天是相对比较熟悉 他是来自于中国广州的一名选手 90后的球员 目前的盘名是第20位 那么他的偶像是林丹 对 应该来说的话 最近两年他的整个成长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而且他的身材条件是非常出众 瘦瘦高高 整个技术也是非常不错 因为当时我在队的时候 他还在中心队 就是给人的总体有一点印象不大 就是可能这个运动员做性比较强 但是别的话这种先天的优势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在今年呢 他是曾经闯进过韩国羽毛球超级赛的八强 另外呢 在去年是中国大师赛的南丹四强 也基本上从05年就开始在青年比赛中的展露头角 那么直到09年 开始是拿到过几项冠军 第一次冠军是在08年 是青年锦苗赛的南丹冠军 也就是拉斯姆孙 对不起是 阿克斯艾尔森去年所拿到的那项比赛 这是两位前世界青年纽约赛冠军的对话 Viktor 阿克斯艾尔森呢 比这个王正明还要小 差不多是三岁 确实 而且丹麦的话之前也有盖德的这种 应该说他的师兄吧 所以说在这种代理下 我相信整个丹麦羽毛球南丹水平也是会越来越好 在前几年 阿克斯艾尔森呢 是在欧洲的比赛中是曾经战胜过盖德 而且他目前是被称作丹麦的第一新秀 对确实你看一下 从画面上很明显可以看到他整个技术的规范性 包括步法的衔接 这些还是都是非常不错的 对 不像一般的欧洲选择 他只具备一定的力量和速度 但是在技术上非常粗糙 包括对这种重心的控制上 但是他可能是因为由于盖德 可能也是一直带吧 确实你看一下 他继承了很多盖德这种优良的传统 因为盖德他整个技术也是非常细腻的 那么在上午呢 XR3是战胜鲍春莱 而且是直落两局 能够战胜鲍春莱 23比21 21比15 那么王正明呢 是经过的快一个多小时 2比1 21比16 20比22 21比13 战胜了塔菲克 所以说之前萨钱陈兰廷提到过 就是在新加坡开赛中呢 是很多名将的这个噩梦 他因为是有一些所谓 客观存在的环境因素在 所以说导致很多比赛呢 其实这个实力 虽然说这个名将跟小将差的很多 但最后的结果未必会差那么大 对 1号场地今天下午是一共有两场男子单打的比赛 会进行 那么这场打完之后呢 就直接是到了 要再晚一些 就是最后一场 是陈金来对阵李旋一 李旋一在上午是淘汰了 李旋一在这个航空跟海赛中是拿到第二位 那陈龙是拿到第一位 王正明是先发球的王正明呢身高1米83 那么作为明来最广州的选手这个身高绝对是可以 对 而且他整个这种你看的攻击力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好球 包括杀球的力度还是尖锐度都是非常不错 可能 可能 这场目的观赏性是最强的 那么力量包括整个一个球场的宽度如果能够被很好的运用的话呢 的确是很具有这种观赏性 而且他这种天生对球的判断包括这种连贯还是非常突出 是他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 所以就看在比赛中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运用 但是他的失误率还是比较高 所以就看这代比赛的发挥的稳定性 对这种失误的控制是不能控制到这个最低 两名选手应该之前是交手的机会不多 所以说互相来看呢 还是只能够通过上午的比赛的一些录像能够去了解一下对手 但是开局来看的话 王志明还是非常的不错比较顺利 对打得很放松 而且我相信他应该非常重视 因为上午包出来已经是输给了对方 所以他会对吸取包出来的一些经验 可能对对方的一些技战术特点应该是了如指掌 教练也会布置非常不错的一个战术战略 而且相信大师兄鲍春来应该也会跟他去更多沟通一下 比赛中该重一些什么 这个应该就是中国选手的一些优势了 前五个球 王正明是拿到了4比1 毕竟这个王正明他有大量的这个国际大赛的经验 虽然很多是在年轻这个级别选择中来进行的 但是毕竟他今天的对手也是一个小将 他可能这层的压力会小很多 对应该来说相对 王正明和包帅相比 王正明其实更容易打仗比赛 因为他的年龄毕竟和对方并没有相差太多 而且包括名气上 所以他会觉得就是放在一个同一起跑线的这个位置上 像包春来可能觉得自己放不开 因为他怕输 想赢怕输的这种心态会更加明显一点 对 好球 这防守的线路还是分球分得不错 好球 王正明是很成功的勾了一个对角球 好球 确实从竞更的这个成功率来说 王正明从开局到目前为止 还是基本上是攻一个得分一个 打得很简洁 而且呢 每一次的这个得分机会上都能够把握住 刚才这下应该是XL3呢 首先这个步伐上出现一些问题 好球 好球 对方防守 漂亮 这个就是XL3的能力 对 都以为这下王正明应该扣死了 但是愣是给救了回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愣是救了回来 对 那么换成王正明赛 反守呢 回救质量不高 被对方呢 正好打成 这是一个防反的反攻 很成功 这是一个经典战力了 所以说从比赛的过程来看 王正明不能够有任何的钓鱼精心 能够战胜爆春来 能够取得去年的 世青赛的冠军 今年的欧青赛的冠军 XL3真的是有能力 连续的小球 底线的出界 这样子判断还算是不错 又是底线出界 而且出界的是非常的明显 对 这局中已经两次这样远距离的出界了 可能跟风向我想肯定是多少有一些关系 因为一般打到这个水平的高水运动员 很少会出现这种底线出界 好像是一把拍的这种概率 基本都是在五公分以内 第一局的前13个球 我们看到王正明是拿到了10分 这下子打得快 王正明这个回不过来 还是稍微慢了一些 10比4 4比10 那么其实XL3在去年的身高是185 今年的测量下来是187 这名医学从他的外形 他的脸型 包括他的骨架来看 好像这两年的生长还没停止 15岁起就开始打丹麦的超级赛了 一直在欧洲比赛 这算是一个在欧洲比较典型的一个可以说是天才行球员 11比15 这画面上的中国男单的教练是非常著名的前男单选手夏宣泽 应该说现在的中国教练班子都是非常年轻的 像女单的教练张宁 包括南双的张军 陈启球等等都是曾经非常著名的一些中国运动员 对 你想夏宣泽今年其实从年龄来看也不大 他是79年的1月5日出生的原先的这个国手 03年是拿到过世界赛的冠军 确实年轻的队员退役以后转做成教练以后 相对来说他们因为由于年龄非常年轻 所以说应该是与队员这种沟通还是非常容易的 这也是这些90后球员成长的快 另外他们能够跟教练做一些这种所谓无障碍沟通 更方便的一些状况 很多时候相信像夏宣泽 包括像王成明 其实可能教练的同时又像朋友跟兄弟一样 这样的话可能在平时训练中就比较好沟通了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90后的人其实非常有想法 他很有自己的一些个性 他不会就是纯粹只听你 他会经过自己的分析 他觉得是对还是错 他在决定 所以说年轻的教练对于他来说 在这方面可能更有帮助一点 他不会跟你只是像一种命令式的口吻 然后求你怎样做 可能更多的是建议 更多的是帮助 今天这几次失误 XR3的回球出界还是都挺离谱的 连续反手 下网了 这个球还是比较主动的一个失误球 可能是拍线也断了 所以对这个杀球还是有一些影响 今天在主动正手进攻的成功效率上来看 应该使王臣民很明显占优势 XR3这一上来之后 好像没能打出上午的气势 小选择96年的2月进入到了国家队 一直带到现在 这个决策从之前的队员转换成个教练 其实现在我相信 平宇两个项目上的教练的选择都是按照这个思路在走 慢慢成为带领下一届世界冠军成员的班子 对 确实因为这样的话 他之前有非常丰富的对于毛球的理解 对一些技术自己有非常娴熟的功底 所以相信他能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带给队员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一定的优势的 而且夏宣泽是07年就成为教练了 到现在为止应该是也将近快有四年多的教练生涯 而且女队男队她好像都有接触 是 傅 校ли 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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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這強往非常成功 這球是王正銘迴拳沒有到位 所以給對方是直接體跳下壓 好球 儘管對方埃塞爾森的身材高大 雙臂的伸展的距離夠長 但是王正銘很敢打 還是利用場地的寬度 輕輕地回了一盤 角度還是打得很刁 隨著時間的推移 我們也看到在現場 觀眾人數是漸漸多起來了 而且我相信明天的半決賽 後天的決賽 可能隨著比賽越來越精彩 可能觀眾的人數也會是急劇的上升 8.9 這局如果沒意外的話 王正銘應該能夠拿去 好球 好球 確實這幾台打得非常的主動 這個就是整個的設計上 王正銘是佔優勢 而且對於這種機會球 他把握得非常好 這局其實我個人感覺 埃塞爾森基本上沒什麼機會 對有點放棄了 他肯定更多想拼第二局 就這一局存在是打到哪 算了哪的感覺 對 其實在知道埃塞爾森 淘汰了報出來之後 我上午是有點驚訝 但是從下午的比賽來看 很明顯就是報出來 可能對於埃塞爾森的 那些球路和球攻 不太習慣跟飾演 而且我覺得可能是在 一旦落後以後 沒有能夠及時調整 因為21分最可怕的就是 你的氣勢一直被對方壓住 就一直輸得有點莫名其妙 就像很多運動員 輸完球採訪的時候 我覺得當時沒有及時能夠調整 就一下子就稀里哗哗就輸掉了 其實21分最致命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這方面 對 如果你輸得快的話 就是一卸千里很快就沒了 像之前那一隊泰國組合 其實他們的整體實力還可以 但是就是因為一上來之後 完全打亂了 其實王正銘和埃塞爾森的差距 其實並沒有這麼大 可能是他開局非常不錯 所以一路領先 打到現在這樣的話 對方是沒有過多的這種戰勝的這種勇氣 所以說可能他會 王正銘打起來會更加輕鬆一些 但是這最後的幾分來看 就是從10到13 埃塞爾森倒是主動了 而王正銘是有一些被動和手 就像陳倫廷所說的一樣 越是到最後的幾分 可能選手 尤其是年輕選手 他們的心態就越是容易出現波動 對他會比較緊 就是很想快點把這場比賽拿下來 其實這個時候 一速說不大 對 這種心態就會導致他的整個出手的動作變形 等等造成比較多的一些失誤球 所以說在這一點我感覺就是 林彈做的非常成熟一點 他可能也經歷過很多挫折 包括2004年的第一輪就被淘汰 到今天他這種大滿貫 所以他是走過很多挫折以後 才到了今天這樣一種心態這種地位 有一些危險了 這次讓連續回球質量不高 那都是回這個半場 對 XR孫的身高要1米87 這樣的球對他來講是很好控制 好球 所以說王正銘應該大膽的往後打 應該前面都是半場 這個球其實離界外的話 也還有5公分左右的距離 這個是XR孫的判斷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因為可能之前一直在半場球打 一旦稍微偏後 他就感覺這個球是不是出界了 5 這樣的話利用了XR孫的一次正手回球下網 21比15 這一局的最後幾分鐘 有點令人提心吊打 對 XR孫也有實力 也有失誤最後 決定是送了兩分給王正銘 對 一次是判斷失誤 另外一次是回球下網 那這樣的話王正銘是21比15 拿下了第一局 但是詹蘭廷從XR孫的最後差不多 他拿的5分來看 他的正手的攻擊和他這個正手陷入的變化 是很凶的 對 所以說王正銘一定要注意 自己肯定要先以下壓為主 先搶攻 同時在回後場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整個出球的到位的程度 就這樣來給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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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应该会专注力更集中 这下是角度拉得很开 很重重的一个球 可惜啊 应该来说换场地以后 王志明这应该顺风了 所以你看一下 从开局到现在 虽然这球出界 但很多战术应用 还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以下压为主 强往下压 都是以下压强往和下压为主 对 它是这种高压的这种扣杀 就容易造成对方的回球难度会变大 但是同时也能够 也会增加自己这种下往的概率 这关键是身高高的队员 可能这种打法会更明显 对 所以说它这种发力 更要靠小臂 要不能靠肩 一旦靠肩 很有可能就会下往 好 差一点 想法很好 因为看着对方的落地之后 没有做移动 立马是做了一个这种斜线的攻击 但可惜下往了 第二局开赛之后呢 很明显就是丹麦拳手 XLS增加这个进攻的主动了 我这边的防守还是非常的不错 看看 找一个机会来反攻 机会 看这球 好球 好球 那 这就是一次精彩的博弈 之前呢 都是XLS掌握主动 但是王正明经过很好的防守以后 找准一次气候点 将球打成了 对 而且同样在主动进攻和防反中进攻的威胁上 其实防反进攻威胁 远远大于纯粹的主动进攻 对 因为这个时候很容易对方在这种失去重心的时候 你有的时候其实不一定要杀罪很重 只要快速打到另外一个转身点 他就非常成功了 这是一个难度不大的激发球 很多时候呢 其实能够讲年轻队员 包括像王正明 像XLS 他们可能呢 比赛的过程中 这种稳定性 叫老球员来讲呢 还是会欠缺一些 对 就可能会在某一阶段打得特别的出色 但是他们的这种持续性会弱一些 这个还是需要比赛 需要时间去磨砺 我的一些感受就是从王正明的身上呢 能够看出他的偶像的确是林丹 因为在某一些这个机球的动作 包括一些动作上 一些这个行为上 感觉跟林丹是真的有一些相似 因为他一旦喜欢这个人的话 他有很多细节 他会去刻意去模仿 所以说就感觉 而且成天在一起训练嘛 所以说可能相对来说 也非常的熟悉 非常了解 也会被这种氛围所带动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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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的这个进攻 连贯非常的紧 而且这森派呢 这个本身这个灰派的这个频率就很快 接得很紧 看来小星泽把他自己之前成名的一些绝技啊 都交给了这个王正明 是 但是我相信这手教练 其实做到后面还是压力非常大的 因为自己自己在场上打的话感觉不到 但是他后面的话 他会压力非常大 而且之前包场已经是输过一场了 所以肯定是压力会更加大一点 的确呢 其实从这个中国营毛球队来看呢 他们已经是很早就注意到咱们这个丹麦的对手 XR森的成长 因为从去年开始 他就是已经在这个欧洲的展露头角 而且这两年是平平能够代表着丹麦队 在各大公开赛中呢 去拿到好的成绩 但是通过今天跟这个王正明的比赛 来看就是咱们的小将 其实这个衔接的也不错 非常可惜 应该说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王正明对今天这场比赛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所以说他在防守的时候对对方的一些习惯的线路啊 习惯的球路都是非常的了如指掌 所以都会有个提前预办 而且我相信王正明他这个队员天生还是非常聪明的 对这种球感的掌握 包括判断衔接的这种速度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这球不应该完全就是全力压上去 是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顺风 他就要靠这种力度快速然后去取胜 还是下手呢有一些软有一些犹豫 这局呢双方的比分的差距一直是没有能够被拉开8比5 XR孙刚才那一下转身啊 以87的身高还是可以 这就是欧洲选手非常令人佩服的一点 他们虽然身高很高 但是整个灵活性依然还是非常不错 像之前那场比赛 英格兰选手罗伯特森也是能够感觉到 而且他已经34岁了 这也是XR孙首快啊 王正宁呢只不过是把球挡过网 没有做一个攻击 只是一个防御 这方呢紧跟这一拍只差一分了 看来刚才这个XR孙第一局最后几分呢 等于是像发泄一般的完成以后 把所有的专注力都放在第二局了 对 所以说王正宁这时候还是要引起重视 对 因为现在的比分也是给对方一直在追 而且追的也是非常的顺利 出界 高压的扣纱球出界 也是王正宁是死地逃生 对 这个球呢回的质量不高啊 而且整个这个侧身的空档都让给对方了 是 一旦界内的话王正宁是完全是无能为力 好在XR孙我们提到过他的扣纱呢 他的成功的效率跟稳定性 像之前的英格兰老叫 勒托森相比是差了一些 好球 这是完全是有点像是偷发的一个后场球 好球 好球 确实这个XR孙的整个头顶转身起掉沙球 他说力度包括弱点还是非常的成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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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离谱的出界球 XR孙第四次了 对 所以说很多丢分都是在这种界内界外上面丢分 所以说王正明在这一点细节的这种 把握上好像做的是比对方要成功一点 是 而在21分的时候 除了注重自己的这种进攻得分的手段以外 还要注重一些细小的方面 包括这种发再发 包括这种无谓的失误等等 都可能 这一两分有可能就是决定了本场比赛最后的一个结果 对 第一局呢其实王正明的失误率很低 到第二局呢跟对方的比分摇得很近的时候呢 失误率是出现了一些 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球呢 应该能够去拿分和打下的情况之下呢 出现过下网 这是需要王正明去及时解决的 好球 好球 确实这个往前是 除了搓球质量非常好以外 他下一排跟进也很快 都是封网 搓完以后就是等待你 如果你挑一下 我再转身加速进攻 但是一般这种球 因为羽毛球的搓球 如果你搓得比较转 比较这种直垂下网的话 对方其实很难挑到后场 既是要挑到后场 也要挑得非常高 所以说他是完全有时间去后退的 好球 这两排是把对方调动的很平凡 往前吵得很紧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X2孙也是手中带攻 这下是正好在界内 看这个球确实也有点风向一下感觉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应该是出界 但是到最后是减速了 等于是有一点停住的意思 对 漂亮 所以往前横向的进攻方面 对于X3孙的意识是做得不错 而且今天感觉这个 X3孙他这个勾对角应用还是非常成功的 因为相对两个人身高都比较高 但是王正明并没有在灵活性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对方可能虽然身高比他高一点 但是灵活性确实非常的不错 好 又是出界 所以说从第一局到目前为止 但是X3孙的这种五位的失误还是太多了一点 所以说可能这几分对于他最后输球可能是一个致命的影响 看王正明打得非常成功 而不是在于他的后场 我觉得最成功还是在他的往前整个墙往场的非常不错 所以迫使对方有很多给他很多这种进攻的机会 他也是在观察这个X3孙的往前的一个站位 如果他站往近的话 这种进攻的效率成功率会高很多 对 那两人在最近的差不多是五六分是一直在拼往前 但是往前的强点来说王正明是明显高于对手 所以说或者他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机会 是 但是从之前只差三分 目前这个比分就渐渐的被拉开了 所以是X3孙的可能在一些战术策略方面 跟王正明如果去拼往前的话 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异小博大了 那这球是出界还是 对 对 裁判是判了还是出界这个球 这样的话比分又开始有一定的差距 好球 你看这么贴往还是敢于这个回放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一直往前打得很成功 你的胆子就越来越大 完全的放开 就觉得我今天这个手感这个运气就是很好 我很敢于越打越勇 刚才王正明就做了一次非常好的战术的一个变化 往前是连续放了两次小球之后 对方是回了一个后场 对 突然是又一次大力扣杀 打虫 这种变化就让埃克塞尔森呢 有点触手不及了 好球 你看连续几个往前 在动作为知性上 包括对出球的选择性上都做了非常的成功 所以说关键是王正明抢到了高点 你不动的话我就放网 而且出球这样很高 你一动我就弹后场 而且他整个推手的弧度掌握也很好 都是过头 所以使得对方很难一步起跳去突击 一旦过头他就弹后场 王正明又抢到这种连续进攻的机会 跟上一局几乎是一样啊 也是到19比10了 好球 真漂亮 那这下士气就完全到一个顶点了 也是取得赛点 20比10 08年世青赛的冠军 对阵2010年世青赛的冠军 就像陈林平所说的一样 之前王正明几次小球 包括几次往前的机会把握住以后 他的胆子越来越大 敢于主动去完成一些难度极高的进攻 而且都打成了 而且我相信王正明在这场球赢下来之后 对他下面一场球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这场球他打得非常漂亮 不是就是说完全是靠运局 是靠自身的一种实力 靠自身的一种出球的变化 然后取得了非常不错的这个战绩 对 看着一分钟拿 好球 就是拿得非常漂亮 最终是21比10 差不多是27分钟的耗时 2比0的区分战胜对手 总体来看赢的还是比较轻轻 对 而且这场球打得非常的漂亮 应该是把自身的水平 完全发挥的这种零零进去的感觉 再来回看一下最后这一分 真的很漂亮 这样的话 王正明是打进了4强 他还是继淘汰陶佩克之后呢 又淘汰了丹麦的小将XR孙 率先是被中部队拿到了一个四强席位 21比15 21比10 那么在稍后会进行的是一场女子单打的比赛 由丹麦的名将6号种子鲍恩 来对论中华台北选手郑绍杰 我们再歇一会之后去看看女子单打的比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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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